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文高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就有这个AI的这个字幕 那这个字幕呢 当然它这个准确率是及时翻译的 那是有时候会不准确 那请这个投资朋友们能够见谅一下 那在这个时间点 那昨天晚上的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呢 算是怎样 同步上涨收高 那在这个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今天的台北股市开高冲高 一举突破了这一个17170 一举突破了这一个 这个我们在盘前三分钟 所跟大家讲的这17104的这个压力 但是呢它偏偏这样 没有办法突破这17247点 今天的最高点在这个17237点 那在这一个位置之后就开始往下回落 那往下回落的这一个走势 到最后中场是这个小跌的两点 小跌两点 带出来的成交量已经快要这样接近4000亿了 好那这一个地方到底接下来的行情 到底应该要怎么看 到底要怎么来解读 另外一个是什么 在盘面的这一个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出现了明显的获利卖压 而这获利卖压是非常非常的价 一出现就强劲的灌下去了 对不对 有很多股票原本是强涨的 好那这个时间点 那卖压一出来就直接灌到这个跌停左右 这很多股票都直接杀下去 那行情 接下来你又应该怎样 怎么操作 那今天我们节目都会告诉大家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当然是拿斯达克 这个是怎样 非常半导体指数 在昨天往上都是怎样 双双这样往上走高创高的 尤其是这个非常半导体指数呢 大涨了1.59% 好那在这个K线上面 四大指数留下来的这个K线 就是非常半导体指数 昨天是最漂亮的 那以这一个地方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样来面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是SMP500指数的 这一个日K线 好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昨天是说了一个红色的十字K线 那在这个拿斯达克 是留了一个下影线的这个红K线 那在这个非常半导体指数呢 算是一个漂亮的一根红K线 因为它是一个大涨的一个走势 好那在这道雄公益指数呢 它是留了一个上影线的一个小红K 对照这一个日K线的走势 美国四大指数的这个表现 好那美国四大指数的这个表现呢 这个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是科技股比较强势 但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有没有很奇怪 有啦对不对 那最后竟然是怎样小跌两点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有多奇怪 这是这一个今天亚洲主要股市的这个表现 上海综合指数呢 这开盘往上走高之后呢 就开始往下回落了 最后是怎样下跌38点的 这算是一个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南岸股市呢 今天是开高冲高往上涨 平稳的大涨的 在这时间点台北股市就已经开始往下回落了 那最后的南岸股市呢 是上涨了34点 虽然留了一些上影线 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这样大涨的一个走势 那香港恒生指数呢 是开高直接走低 好那日本股市在昨天这个强涨 超过700点之下 今天一开盘就是开低的 那有点这样获利回堵卖压出现的这个情况 但是这个获利的卖压 其实也还好 也没有这么的重 好那面对这个亚洲主要股市 面对这美国四大指数 今天台北股市表现 当然就是很奇怪 当然就是很奇怪 好那稍微 那稍带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 这个大盘的这个走势 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当然是怎样 茂迪 茂迪的产品 就是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单波双面的 这单金模组 它还有一个叫做多金的模组 还有这个电池 那都不管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模组的转换效率是21.11% 那我会告诉大家 这单金的这模组转换效率是怎样 全世界最好的转换效能 好这转换效能有多好呢 它会告诉大家 那说下世代高效产品 这个地方是电池基数模组产品 发电效率高 哦这个 这个念的不清楚还是会有翻译的不太对哦 发电效率高 好可以了哦 好那优越的温度系数跟这个低衰退的表现哦 那这个有效提高什么 投资报酬率 为什么 因为转换效能比较高 同一个时间转换出来的电能就比较大 这是茂底的产品 这是茂底产品 但是对今天的茂底的股价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表现 好像有 因为好像没有 对不对 那如果你再回想一下 昨天的这个太阳能的股票 是不是这样 强涨攻上涨停了 茂底从涨停开始这样 打开往下回落了 相对的比较弱势 今天最后一盘 怎样敲上去 说在这平盘之上 投资朋友 接下来你应该怎么操作 今天的走势跟昨天 有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 再对照其他的 这个太阳能的股票 你可以看一下安吉 安吉昨天怎样 攻上涨停了 今天怎样出现了 获利卖压 而昨天在这 节目上面 我已经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在那盘中打开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 节目也说得很清楚 距离股价 怎样压力 还有一点点的位置 这一点点的位置 到底是有多一点点 那投资朋友 今天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怎样 冲高 最高点在哪里 50.6 最高点在50.6 那他的这根压力在50.5 那这个地方 突破不了 没有办法站上去 股价回落了 那今天的安吉 你觉得我做了什么动作 你认为我有没有卖 那待会儿我们来告诉你好不好 那联合再生 那联合再生也是一样 今天是出现一些获利的卖压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来看一下 这是安吉的这个股价 昨天是怎样 涨停强势锁进去的 对不对 那盘中打开的时候 那你被洗掉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被洗掉 最后还是收涨停的 那今天的股价呢 今天的股价 你一看到就 冲一点点就往下回落 昨天卖股票 好像也没有错了 对不对 也没有错 但是投资朋友 我会告诉大家 对于安吉的股票 对于安吉的股票 那我们在今天的尾盘时间点 发了两通讯息 第一通讯息没有带到价位 那我们发了第二通 第二通讯息有带价位 那但是我们会员朋友 应该就是这样 第一通讯息看到就开始卖了 好的 卖出去的安吉的股价 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尾盘的时间点 我们当然是有这样卖出了 好的 卖出之后 接下来怎么操作 接下来怎么操作 什么时候再买回来 好投资朋友 我说过了太阳能股票 如果你想要赚 赚的安心 买的安心 抱的也安心的话 就请你跟着我做 你自己操作 我也讲得很清楚 你说 老师我很厉害 我怎么可能不会做 有没有 那你就有没有 自己做 那到底你能赚多少 那我们已经说过了 安吉的股价 从这个9月份的最低点 涨到现在 已经涨了超过60% 那你在这中间 到底赚了安吉 赚了多少个百分比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那我们在这个9月底的加码单 33.35元 那一路的上涨 涨到44.4元 有没有 才卖出 卖出之后 再往下回落 42.85元 再买回来 再工涨停 昨天当然没卖啊 今天卖啦 好 昨天你看到 我在这个 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我们又赚得到 15%左右 对不对 那今天稍微回落 那没有赚那么多 也没关系 但是投资们 安吉安吉 在这地方的操作 接下来 有卖跟没有卖 差很多 那我会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 好那如果你要跟着我做 投资们就赶快动作 赶快动作 我们这个 我们的Lite 今天这样移到 这个名字 这个原本的名字下方 在我们的字幕的下方 在这个右下角 Lite 你就自己赶快扫描 来询问 我的会员到底要怎么加入 你想要赚太阳人的钱 赚这个趋势财 投资们 我再讲一次 一样的标的 一样的股票给你 你如果真的很厉害 你很会做 没有关系 你可以自己做 相反的 如果你认为 老师 我的这个技术分析的理论 不是这么的好 我的技术分析的看法 不是这么的强 那我对这基本面的了解 好像也不是这么的深 另外一个 可能 我每天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 忙于自己的事业 投资们 如果你 自己会做的不好 就赶快来加入 在我的这一个 影片的右下角 就有这个Lite QR Code 你就自己可以怎样 扫描一下 QR Code 它翻成Q2 Code 好 笑一下 好 那这个QR Code 这个地方 不是Q2 Cod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总而言之 在这个操作上面 帽底 跟联合再生 今天的股价 表现这样子 好 那你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同志们 安吉是安吉 帽底是帽底 联合再生是联合再生 台达电是台达电 缩合又是缩合 同志们 这每档股票 感觉是同一个类股 但是走势 有没有差异 有差异 为什么 因为在这时间点整个行情并没有带出一个主流股 什么叫做主流股 投资朋友 如果你的这一个投资经验够久的话 那你就会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过去有一个类股上涨强涨 它会怎样 第一个会带动股市上涨 第二个会带动多头的士气 那一个叫做主流股 而那一个主流股通常是怎样 整个类股一起上涨 就叫做主流股 现阶段台北股市有没有主流股 投资朋友你仔细想 感觉好像有 电池 电池一直涨 那过去 航海王一直涨 就一直涨 投资朋友你自己思考一下 想一想 跟过去我们所谓 这个主流股的定义会有点不一样 尤其是现在 现阶段你会看到很多股票怎样 强涨 中小型股票 像这个昨天的行情 有没有 攻很多涨停了 对不对 但是盘面有没有主流 有没有 很难嘛 对不对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资金是散开来的 各个类股 各个股票都有买盘 而这买盘会不会去追价 今天我感觉上涨停了 好像买不到 明天我再去追它 后天我还要再追它 你会说有啦 是元宇宙啊 有没有 就像宏达电这样 每天追 好 宏达电 讲到宏达电 好像有人很想要听 我对宏达电的见解 好 我只会告诉你 我们在这个 9月21 9月20 10月21 不是9月21 现在11月 10月21 就是前两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这样 跟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索妈影音上面 告诉大家 我对宏达电的看法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而在这个节目上面 那这个节目上面呢 我好像也有稍微的这样点一下 那对宏达电 你自己要怎么操作 你自己想一下 那总而言之 在这个太阳能的股票上面 我个人认为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世界潮流 好吧 好了 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 今天的多方动能 跟空方动能 这数值 这数值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K线上面的空方动能呢 是怎样 比昨天增加了 9.2% 好 然后9.2是 9.2%是 翻成 这国字 好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好了 在周K线上面的 这角度呢 多方动能的强度 是比昨天增加了 21.4% 那约K线上面的角度呢 是空方动能强度 比上个月减少了33.4% 这是大盘 对于大盘 今天怎样 单独 感觉上就怎样 自己先杀 好 那这说完盘之后呢 我们盘后才发现 原来陆股也在跌 原来这个香港人生指数 从大涨也开始这样回落了 但是我们在盘中 都是先杀的 然后在这个最高点 今天的最高点是 17237点 那过去我跟大家讲的 这几个数字 1727 1717 跟什么 17068对不对 17068在最近 有没有被突破 有突破 17074是我们盘前三分钟 告诉大家的 这个短压站上去之后 就会往上走高 往上走强的 17104 这边还有一个压力 这叫做极短线上面的压力 突破之后 当然就是往17170走 那今天一举怎样 突破了17170 17104 攻到17237 那这1727就是不来 为什么不来 因为在过去 只要你是我节目粉丝 你就应该知道 在17300点之上的 多空交战激烈 在17500点之上 这样 多空交战激烈 这交战激烈的 这个结果到目前为止 还算是怎样 空方怎样 还占有优势 这是空头 这样 比多头还要强 那现在从下方再往上走强的时候 那当初的这个支撑 变成压力 当初的压力会变成支撑 这支撑转为压力 压力转为支撑 大家应该要 心知肚明 那这技术分析的理论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不用多讲了 当然这边 好 不好意思 这地方 那有16925跟16465的故事 我们就先不多说了 那总而言之 现阶段台北股市冲高之后 往下回落 最后收盘说在哪里 今天的收盘是怎样 17065 有没有 又回落这个17068 有啦 有 那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是台北股市在怎样 1万7100点之上 还是隐藏着压力 而这压力是什么 过去的套牢压力 这过去的套牢压力 一当怎样 股价往上走高的时候 当然会有卖压 想要卖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平面媒体 已经宣 这个消息 跟大家讲 我们的这个政府的护盘基金 带钞基金 那些反正这些基金就对了 劳动基金 9月份是怎样 亏损的对不对 那亏了1000多亿 预期10月份会怎样 会补回来吗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投资没有 接下来呢 那供上去上面有套牢卖压 当然卖一下卖一下 这地方成交量 那我告诉大家有量才会有价 那今天这次成交量已经怎样 大于3800亿的 大于我所设定的攻击量了 当然这行情会怎样 接下来还是一样 有量才会有价 请你一定要记得 这65日的军量值 那这个一定要突破 好这突破之后的这一个走势 那就会怎样震荡往上 怎样测压测压测压 到底能不能测过去 那就看国际股市的行情 那现阶段的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股市短线上面而言 叫做好哦 短线上叫做好 但是中长线 我个人认为 它是有疑虑的 尤其是月K线的角度 这疑虑还是蛮大的 好那在这个周K线上面的 这角度呢 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了 那连续上涨的两天 或者是连续下跌的两天 中长红跟中长黑 会让这个市场怎样 出现一些变化 那在周KD的这个指标上面 昨天是怎样 看起来要交叉向上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来看 这个KD指标的数值是这样 51.1跟这个60.1 它都是怎样 往下的 那到今天 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K值是怎样 52.44 那低值是这样 55.31 那一个是往上 一个是往下 换句话说 这大盘电高 今天虽然是小跌 好今天虽然是小跌 但是这电高的走势 在周K线上面 它还是有一点点影响的 拿着KD指标 怎样 K值已经开始往上走了 那接下来 就是怎样 一样的 看法没有改变 投资朋友 你就只要记得 连续两天的中长红 它将会是一个方向 一样的 连续两天的中长黑 它也会是另外一个方向 好不好 自己清楚一点 好了 在操作上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当然是月K线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 月K线 一根K线就是一个月 所以呢 这个验证的时间要比较久 那这个目前呢 这个股价价位在哪里 在17,065点 那它低于这17,068点 就是这一根五月份的 这一个流下影线的 缩盘的 这个价位 好那这地方的成交量 我说过了在 这个大盘的月K线的 这个量价结构 是怪怪的 那以这周K线上面的角度呢 感觉也是怪怪的 那如果以K线的角度来看呢 12345这边总共有五根红K线 它有没有吃掉这一根长黑K 还没有 所以呢 对这一个K线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好那这一个空方还是这样 空头还是比较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它用了五个礼拜的时间 往上攻高 有没有吃掉 还没有吃掉 所以这个地方 中长线上面 量价结构的这个疑虑 好那带出来呢 那我们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这整个市场的变化 好那这整个市场的变化呢 最主要的这一个观察的指标 当然就是台积电 当然就是怎样 红海 当然是谁 联电 当然是谁 大力光 这四档股票 我在节目上面已经跟他讲过 这叫做四大天王 今天你看到 那五三四七的世界先进 五三四七写国字 看起来不太不太不太好看 五三四七的世界先进 墙涨功高了 连电盘中有没有做墙 有啦 那相对的台积电呢 找旁墙一下也就滑落 对不对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那我们在节目上面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明年这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沿吊机构已经预估在明年 这个金蕊代工的产能 会再增加 这高阶制程会增加14% 这其中14%呢 产能增加14% 那这其中呢 有超过54% 来自于这成熟制程 所以世界先进走墙 连电应该要怎样 跟着走墙啊 因为他们技术制程差不多啊 好那所不同的是 世界先进掌握的是怎样 有第三代半导体 碳化系 碳化钾的这个 制造的这个能力 好了 这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地方 但是怎样 未来的订单会不会一样多 一样多 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最近 有人这样 美国人来台湾受训 有没有 就 讲了一堆有的没有 那投资本 基本上我会告诉大家 美国人就是怪 美国人真是怪 好那美国人哪里怪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他们怎样 就拥有白人的优越感 拥有的太多了 好那在这个地方 在从小到大都是用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好那跟我们台湾人 这个刻苦勤俭的 这个生活 这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好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对于台积电 这股价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叫什么 不想要上涨 因为在这同一个时间 世界先进是走强 攻高 在同一个时间的联电 有没有往上走强 也是有 那它是不太想涨 最后收盘收在这地方 那鸿海呢 鸿海今天感觉上 有没有 也没有很厉害啊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以今天的江坡土的角度来看 它今天的走势 是相对大盘强势 找盘你可以讲说 它比较弱 但是在这中晚盘的时候 大盘滑落的时候 到最后收盘的这个位置 它都是相对大盘强势的 一档股票 这叫做鸿海 好那这地方大帝光 我们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我们告诉大家 鸿海鸿海到底有多厉害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财经乌城河资讯中心 在这个上节目之前 PO文PO出来了 好这11月2号3点03分 那你来听听看 这个中国大陆年轻的分析研究员 它自称自称化名 有没有 入口大爷 对中国大陆产业贡献的这些看法 好这500强 中国大陆500强 这个影音我已经PO上去 你来听听看它讲了什么内容 你就可以发现鸿海 你就可以发现台湾有哪些公司 怎样真的很厉害 这个话我们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财经乌城河资讯中心 FB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 这是一个秘密社团 我再讲一次 你要加入就赶快加入 那未来到一个人数程度的时候 那我一定会这样 有条件的才让你加入 好不好 好那在这个接下来是电动车 电动车 讲到鸿海当然是电动车 电动车在这个月 这个德国慕尼 不是美国 德国慕尼海这11月中 11月16到18号 要怎样 举办电动车车展 这电动车车展呢 在这个会展出什么内容 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今天没有 有了 在最后 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今年的慕尼海的电动车车展的 这个项目有啥 电动车及相关零件 能源车充基础设备 电池储能系统 移动相关服务应用软体 车通讯 这个车载娱乐 那车联网技术导航 跟自动驾驶监测系统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安全服务 电子跟感应器 那这程式机 这个移动设计规划 材料工程保养 跟这个备品的维修 那等等 这是今年慕尼海电动车车展的 这个相关的项目 那你觉得台湾有哪些车厂会去展啊 你觉得台湾要展什么 在那个时间点 平面媒体一定会怎样 大篇幅的在报导 去年慕尼海的这个电动车展 没有这么这样 没有这么的厉害 在我们媒体上报导的不是这么的好 为什么 因为去年有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今年呢 今年疫情好像比较好一点了 对不对 好一点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电动车 电动车 特斯拉的股价 水涨船高之后 这样风生水起 那这全世界对电动车就怎样 好 投于这个什么 爱慕的眼神啊 对不对 对这个马斯克就这样 看起来就这样 越看越帅 好 那但是你问我的话 我会告诉你 他没有很帅 好不好 好 总而言之 对于电动车的这个地方 我会告诉大家 美国的态度很重要 那美国对这个电动车减税的 这因为已经怎样 激怒了其他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这汽车产业的销涨 会从电动车开始 怎样 再延伸出来 好 那过去 把持的高价位的 这个保时捷 这个法拉利 这个宾市 BMW 全部都是欧系车厂 好 那在这个通用的这车厂呢 当然不是通用 就是比较平价的车厂 当然是怎样 就是在日本 甚至在美国当地 好 所以呢 在电动车上面 如果美国这样 大力的补助的话 那欧盟一定会怎样怪怪的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好消息 好不好 那竞争 竞争才会有这样更好的产品 好 那这 重要的研究机构 重要的研究机构 预估今年全球的电动车销售数字是 640万辆 好 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这个98%左右 那在预估今年的年底 已经在车 这个路上跑的这电动车 同志员你不要 思考错误了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特斯拉 这个销售量不大 这1600万辆 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 包括很多车厂 包括很多车厂 这1600万辆 在今年年底 预估今年年底 你就会怎样 就会都在路上跑 好了 这数字 这数字呢 当然不是我估的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 估的 好了 估出来的这结果呢 就告诉我们什么 电动车的这个趋势 这趋势一定不会改变 因为节能减碳 因为怎样 油价肯定会走高 为什么油价要走高 因为石油天然气的需求 会怎样 拉大 为什么会拉大 因为美国的页岩油 怎样 不开采了 美国的能源政策 一旦改变 美国从第一大 全世界第一大的石油输出国 这样 供给马上缩掉 你认为 中东的国家 不会趁这个时间 就怎样 就让它怎样 价格走高吗 中东 沙古地 阿拉伯 跟其他的这个伊朗 伊拉克 过去怎样 都已经吃鳖很久了 这油价不涨 就是不涨 不涨 就是不涨 有没有 过以前 我们年轻小时候的时候 有没有 都会羡慕 这个中东国家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用工作 政府就有钱 让他们生活了 因为他们 油 油 靠油生活 但是这个时间 都会让他们进行 但是这个时间点已经 10年河东 10年河西了 对不对 好 那转换了 那每当美国成为 全世界第一大的石油输出国的时候 中东就怎样 开始没落 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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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落到现在 你觉得 你觉得当美国能源政策一旦改变 他会乖乖的听 这个 拜登的话 量产 增产吗 当然不会 再等一下 没有 再等一下 再让他涨一下 再涨 涨多一点 再来量产 自己思考一下 电动车 这个趋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车 那这支股票以胜KY 那这个股价呢 今天在这个创新高 找盘创新高之后 在压回 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怎么做 怎么办 好 同学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就当然就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这样 好 这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有调节一些股票 好 那这支股票是美其马 这支股票是康普 今天股价也是这样 出现一些获利的卖压 而这获利的卖压 这样一来就这样 灌下去了 一来就灌下去了 那 投资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 在这节目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跟大家讲过 这个大盘 这个盘面的结构 这全支股 你会发现 有放利多的全支股 好像会怎样 开高走低 会有人卖 有放利空的全支股 好像会有人去接 有没有 会低接 那这中小型的股票呢 会涨 涨涨涨涨 没有很厉害 但是一旦它出现 获利卖压的时候呢 跌的时候也是跌得很厉害 这是盘面的结构 这你一定要这个特别的了解 这盘面上面的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地方 这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看下这支股票 伟权店力不厉害 力不厉害 感觉上有没有 涨涨涨 总是拉出红K线 今天怎样 更 这不是更红 这是更黑 这是怎样 一有卖压就往下灌 这巨核有没有 涨得很凶 有没有 对嘛 一有卖压就往下灌了 对不对 好那这个正发也是一样 有没有 中小型股 同样康普也是啊 涨很厉害 一有卖压就直接灌 好那你追价追价 每天做当冲 每天做当冲 做的爽的 想要隔日冲的 那隔天就直接死 那性果不用讲了 你看这个貌系也是 昨天公很厉害 今天不是更红 今天是更黑啊 我们没有切过来 OK 切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贸系的 对不对 好这昨天是大涨 非常厉害 对不对 今天是这样 直接怎样 更黑哦 不是更红哦 这性果不用讲了 这康普 有没有看到 好一样的 霍地玛亚一出来 就灌下去了 正发 好这个巨核 这个伪全店 刚刚我们都讲过 是不是都一样 所以呢在这盘面上面 这个结构 你一定要清楚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强貌 昨天是不是很厉害 今天不是更红哦 今天是更黑 好 怎么样 你要感觉要知道 这盘面的结构 这盘面上面 这一个市场上的变化 好 那我们不多讲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直接再看图 看下去 那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每起码 康普的股价 都收到获利的卖压 相对的 这电池的股票 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的股票 那有小的股票 有大的股票 我们都不 怎样 都不讲小的 我们都讲大的 这只股票叫做台达电 台达电今天股价是下跌的 这只股票叫做塑合 它的股价也是下跌的 这两档股票 下跌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逢低不举 所以你要好好的思考 那你自己要思考 那我不多讲 我只会告诉你 旁边上 旁边上的这个卖道 好了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这次股票 这次不是股票了 这次去年慕尼业电动车长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产品项 那这是今年 这是今年 那你想要怎样 得到更多的资讯的话 当然第一个 要继续锁定我财经护城河的节目 第二个 那你当然可以怎样 那直接来在FB上面搜寻 在这个财经护城河的咨询中心 搜寻完之后 你一定会搜寻到 那我的这个相片 感觉上有没有 不太像 有人说老师 你这个是不是修很大 没有修很大 因为这是照相角度 这照相的角度 这个当然 这当然有一点点 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 你还是看得出来 叫做我 好不好 好了 那财经护城河的这个资讯中心 你可以搜寻 搜寻之后就可以加入 我再讲一次 现在是怎样 都可以让你加入 未来一定会带条件 未来一定会带条件 当然我们现在讲脸书 不能再讲脸书了 对不对 不能讲FB 他已经改名了 叫做META 对不对 META META 总而言之 反正就叫META 就对了 好 那希望投资朋友 再讲一次 每天一定要准时锁定 我们财经护城河的节目 另外一个 财经护城河资讯中心 请你搜寻来加入 好不好 那想要更多的资讯 更精辟的资讯 或者是说 特殊见解的资讯 你想要领先市场 就请你来加入 我们就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